如果我說要買一部高性能電動四門跑房車 很多人都會想起Tesla Model 3 Performance 又或者BYD SEAL 今天我試這部是AURA最新到港的07 GT版本 這部車馬力408匹 扭力680Nm 前後馬達四驅0至104.3秒 這個性能數字是不是很吸引 2024年開始AURA就會在很多歐洲國家開賣 以及東南亞 他們有一個新的命名系統 出口版的Funky Cat 將會改名為AURA的03 我們今天試這部在內地叫做Lightlink Cat 即是閃電貓的 出口版會叫做07 這部AURA 07會在今天5月31日正式在香港發表 可不可以給你一點獎勢 我們歡迎來到AURA 一起參加我們 AAURA 03 秘密二世及AURA 07 登場聖典 WOW AURA 07 斷新扭天氣的聲門順電 AURA 07 升聖典 夢幻登場 香港版的AURA 07 有三個型號可以選擇 包括Standard Range Long Range 以及四驅的GT版 這三輛車的價錢已經公佈了 分別是$239,000 $269,000 以及$329,000 三個型號之中 以Long Range版的性價比 應該是最高的 $269,000 續航力可以去到570公里的WLTP 我們今天試這輛 就是GT版 就是一個頂級雙馬達四驅的型號 配了83.5kWh的三元里電池 前後馬達合共輸出408匹馬力 680Nm扭力 0-104.3秒 這輛車的Range是520WLTP 如果用DC的快速充電 20-80% 只需要37分鐘 現場看 其實這輛車的體積比照片大很多 長度差不多有4.9米 闊1.85米 高1.5米 軸距是2.87米 很多人看圖片就說這輛車很像保時捷的Panamera 但現場看我發現這輛車很像什麼呢 是像Bentley的Continental GT GT版其實是多了一個紅色的制動鉗 以及一個電動升起的尾翼 上來這輛Aura07會發現整個車廂很精緻 這輛我覺得更加會有豪華感 以30多萬車的標準去衡量 其實它所有的Button 所有的制件 那些造工都不錯 雖然它的座椅都是人造皮 標板也是包了人造皮 你看到它真的用心機去設計和包裝 它亦有很多的實體件 另外 冷氣風扇 溫度都可以在這兩個制度調校 還有駕駛模式 中控台這道路是很高的 這個感覺我覺得有點像Bugatti 它下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地方可以放到手袋 裡面有兩個USB的充電位 它手機的充電位很特別的 就是在杯架後面 插個電話下去就可以充電了 這個電話亦可以接駁到Infotainment的系統 駕駛直面前有一個10.5吋的屏幕 分開了三個圓形 這個設計就比較像保時節 這個有一個12.3吋的Touchscreen 螢幕 剛才試過它的反應也挺快的 基本的控制都會在這裏進行 原裝亦配了Infinity 11 個喇叭 還有3.6吋的音響系統 360的泊車鏡頭也是標準配置 還有自動泊車系統 今天這部GT版多了就是軚盆Sport Plus的模式 GT版會有六個駕駛模式 Eco、Standard、Sport 有一個很有趣的叫Wellbeing 還有一個叫Individual Recorporation 這部車可以有三種不同力度的調校 前面兩張座椅都是電控調校 還有冷暖功能 後座我剛才也坐過 它整個全平地台 雖然它的地台也高一點 不過因為它的腳位空間夠多 所以腳都可以坐得舒適 座位角度也不錯 因為這部車也不是一輛小車 是一輛中型的房車 所以左右的闊度也挺充足 前後都是玻璃頂 後面的玻璃頂 好像Model 3 一樣 它整個是覆蓋了車尾玻璃 連同車頂 不過因為這個玻璃頂的面積很大 今天在曬氣的情況下 我也覺得頭頂也有點熱力 如果出了車後 再貼上太陽膜 貼上隔熱膜 我猜可以進一步降低車廂的溫度 行李箱是有腳踢感應功能的 標準行李容量是333L 地台下面還有少許儲物空間 裡面可以安裝充電線 另外它的座背可以分左右兩邊翻接 可以貫通行李箱 跟大部份電動車一樣 這輛Aura 07 第一個感覺是很寧靜 廠方說它擋風玻璃 以及旁邊的玻璃都用了一個雙層 所以隔音會很寧靜 在平常模式 一起步 其實已經可以感受到它的扭力 始終這輛車有前後馬達四驅 它的扭力是680Nm 其實在任何模式 碰碰油門已經比其他車快 這輛車整個操作都很輕巧 是一輛很適合城市開的車 懸掛也是很舒適 在普通市區行車 雖然這輛車是用了19吋的輪胎 這輛車都頗寬 但路燥非常靜 駕駛坐姿是比較高的 你會覺得它好像有高高在上的感覺 另外就是四邊的視野其實都頗清晰 很廣闊 這裡有一個鏡頭可以監察到駕駛者的狀態 如果你累或者閉著眼睛 它會有一個警告給你 這輛車的主動安全系統全部齊了 可以看到路牌的速限 如果你超速它會啪啪聲提來 我們來試試Sport Plus Mode 按了Sport Plus Mode 它會有些賽車聲告訴你 很有趣的 其實這輛車一踩油的反應 這輛車是比很多3.0Turbo的汽油車 我覺得有些Kick Down的聲音 很有趣 雖然你知道它是一個虛擬的聲音 但也不錯 在Sport Plus Mode 可以增加官能的感受 始終這輛車有差不多的重量 大概是2.1噸左右 所以你覺得它入彎時 會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Mask Momentum 也挺大 不過它控制得很好 整個Body Roll的控制都不錯 它的避震是軟的 但它很肯入彎 其實你就這樣扭它進去 頭部已經可以吃實了 當然如果你繼續去吹谷它 它就會有少少Under Steer 這輛車的Basic Setting 都是Under Steer 都是以安全為主的 始終這些車因為扭力很大 而且車輛比較重 所以還是要早一點煞車比較好 尾部都會有少少動力 再給它 它當頭脫下時 它會給它更多動力 很穩定 它四輪的Traction 其實是很強的 車輪響 但是它整個馬步很穩定 很輕鬆地快 這輛車是很輕鬆地快的 最初我會預期這輛車是一輛很運氣的車 但是如果駕駛起來 我發覺它真的有那種很強力 但是很順暢的整個車的感覺 有一種豪華大馬力房車的那種很grand的感覺 我覺得這輛車給我的驚喜是Ride Quality 還有油門的反應是很線性的 它不會突然駕駛得很厲害 不會有一個很驚人很唐突 像Tesla那樣給你一輛動力 它控制得很順暢 如果你說三十多萬車來說 我覺得這輛車是有高級感的 車架整體的光硬性很強 雖然軚是很輕鬆 但是路面感的效果是不錯的 好 現在試試用一個叫Well-being mode 這個Well-being mode 我覺得它是保持得很寧靜 還有油門反應會慢一點 乘坐會更加舒適 如果這輛車可以加上Pedal Shift 再控制 Recuperation 我猜就會更加好 好 初步試完這輛車 我覺得感覺都有驚喜 驚喜有幾方面 一就是它的改善很高 車子很寧靜 很舒適 它不是一輛很硬性的車 但是你真的要催逼它入彎 或者你真的要用盡它的 traction 它真的能給予你 亦會有樂趣感提供給你 它整個控制是一輛 我覺得是一輛很大馬力的 Grand Tourer 價錢亦不是太貴了 30 多萬 今時今日這些國產車的性價比 真的頗無敵 發生意 啥 我去看 不成功 兩個人 已知道 每次都有 好 所謂的